为何无法躁躁消灑 转眼多少年 仍然想光灭 仍然有次到有记起你 天真旧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我仰我到凌晨 累了又挂念你一刻 平日做人那么笨 原来的东西都算挺整齐 你妈妈给的 你怎么不拆呢 生日快乐 步步高升 早日存过燕良熟得的老婆 作者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床不見你, 你去哪裡? 為什麼不回覆我? 是嗎? 早安… 早安, 韋Sir… 今天這麼早?韋Sir 睡不著就早點回來 你的夜很累, 我以為你沒睡過 謝謝 你這個樣子夠殘, 看來你過四十 為什麼神祖流流和女朋友發訊息 你不用這麼緊張嗎? 你真沒用, 別說我不過了給你 平時那些女朋友發訊息給我 我一晚兩、三個小時才回覆她 還沒在一起的根本不用理她 不用跟她這麼急 還有, 你讓她知道你緊張她 你的額頭永世只有一個字, 就是輸字 你記得我 這次我有訊息 說這種質感 至少四個小時才回覆她 過來看看… 你在等電話嗎? 對 在等亞洲警察射擊大賽的消息 剛剛收到通知 康Sir說我和潘Sir入圍 太好了, 太好了 恭喜你, 韋Sir 謝謝 好幾件 不在唯一 你做到甚麼 Thank you 嘩 請你不坐 中殺又如何, 都沒法發揮 你很想我去參加這個比賽 我知道, 當年你爸爸也參加過這個比賽 還獲獎了 如果你真的這麼想參加, 代我去 代你?你不想參加嗎? 有些心事, 集中不了 好, 總之你去嘗嘗, 不可以收有機會 你也會有心事嗎? 我也是人, 怎麼樣?想不想去? 放心吧, 我會努力的 努力當然了 不過閒閒的也要有冠軍回來 拿獎杯給我插屎黃花, 好嗎? 放心吧, 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不用用這麼大力, 要頂脫頭 這次練習表演得不錯 謝謝, Sir 到時候比賽不用太緊張 放心吧, 放鬆一點就行了 知道了, 我會盡力而為的 好 謝謝你, 潘Sir, 要你特意載我回家 不用, 我順路而已 其實你下班的樣子挺不同的 怎麼不同? 有時候在工作的時候 你的樣子挺有趣的 認真, 沒嚇到你吧? 沒有, 我也不怕 你不趕時間吧? 不趕, 幹什麼? 我爸爸的雪糕車可能會死火 我想去看看 爸爸媽媽, 車子怎麼樣? 又不行嗎? 車子就像爸爸了 我年紀大, 機器滑 對了, 這位是… 小伯伯, 我叫Sandy 我是潘Sir的同事 爸爸, 不如叫我拖車吧 不用, 我有工具, 我能做得好 不, 拖車這麼貴 我幫你看 Sandy, 你千萬不要誤會 你沒有給家用 你知道我們幾十歲人 又沒什麼世藝 所以就喜歡駕駛車出來買雪糕而已 是啊, 兒子經常叫我兩老退休 享福 但他經常無所事事, 很悶的 那就出來買雪糕了 我們買了雪糕已經很多年了 爸爸, 爸爸擔心你同時誤會 你怎麼想? 最重要是你們兩個生活得開心 我經常都說我兒子有孝順的聰明 對了, Sandy, 你喜歡吃什麼味的雪糕 我拿給你 不用客氣了, 白天, 沒問題了 現在的女生人人人都說要減肥 哪有人喜歡吃雪糕 你以為是像你嗎? 不是, 其實我也喜歡吃 不過怕你們說我為食 別跟我客氣, 說說喜歡吃什麼味 有沒有士多啤梨的味道? 我剛剛買了, 蘑莉娜行不行? 也行, 沒關係, 蘑莉娜也好 好, 謝謝伯伯 行了 阿嬌 謝謝你 真聰明, 什麼都會 快回家吧 你快點送我東西回去 這裡, 我, 你搞定了 再不打電話我 謝謝伯伯伯伯, 先走了, 再見 再見… 看不出你也挺胃腥 原來你爸爸媽媽買雪糕 你小時候就吃很多雪糕了 這天最少吃一瓶 真的嗎? 原來吃雪糕可以吃得這麼有成就 做總督策, 我也要多吃一點 你也不差 爸爸是副警務處長 這麼好的背景, 一點都沒靠關係 你很聰明 其實我們也有點相似 我有如今這次的A.S.C.比賽 我們很有機會 其實參加比賽 我也很想像爸爸那樣得到冠軍 好啊, 放心吧 哇, 那不一定要北京張桌慶祝 小心,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多點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